去学佛 去放下 放下从哪里学习 从实践里面学习 先放下 不伤害众生 对念头 念头没有 当然没有行为 一切众生都不可以伤害 人不能伤害 所有一些动物不能伤害 花草树木不能伤害 山河大地也不能伤害 一暴正暴都不能伤害 这在不杀神里头 包含天 对于有情众生 我让他生烦恼 我就伤害他了 我就造了罪业了 所以这个射条 非常威胁 威胁通通给你写出来 是八万四千条 这个不能不知道 八万四千条 跟读一说 每一条下面都有八万四千条 这叫做细行 这个菩萨位置越高 他做得越究竟 越威胁 我们初学的人 能把这个射条学到 这你的根 咋味 然后你才能慢慢生 如果这射个根都没有 你在佛门里面 学一辈子 你很精进 你很用功 可是你所学的 是语言 是文字 你没有吃进去 口皮上 所以你不得受用 依旧搞生死轮回 你说麻烦不麻烦 所以 凡夫成夫 要多少时间 金山畅家 无量解 这话是真的 不是假 真难 这放下改过 不容易 太难了 可是这个事情 不是求人 事法里 常说 奔天难 求人难 这是求自己 回光返照 返求助己 严格地要求自己 不要去要求别人 要求别人 错了 要求别人 你天天生烦恼 天天跟众生结约 你的缘情 债主要一大堆 要求自己 回归自信 才真正消除一场 才真正自利 利他 利他什么 给别人做个好样子 原来你是放下 才成就 自责 才成就 不是 再被别人成就 诸佛菩萨 从来不再被人 你做再大的错 过时的时候 他也是消失 为什么 他清楚 你造的这个业 你将来一定要受报 报尽之后 你觉悟了 你回头了 他再来报了 你正在造业 受报的时候 他只是提醒 他知道你听不进去 但是什么 伊利尔根 永远到中 他在阿赖耶诗里 就给你种善的种子 这个善的种子 在现前 不会起现行 他不起作用 但是 你业障消除之后 他就起作用